西部非洲裡面有一個國家叫吉內亞 加拿大的夏議院判定中國政府 立陶宛的外交部長真的好帥 我是單親家庭的小朋友 我的監護權判給爸爸 我的親生媽媽好幾年 十幾年都沒有見面 那時候我兩三歲吧 我的肺葉有一半是白的 在那個時候我爸大概26、27歲左右 他是一個賣汽車的業務 所以他會帶著我出入各種場所 所以我的身體狀況長期 在進出這種二手葉的環境 我爸實在是他沒有辦法同時照顧我 所以他就帶著我到南部 就是到岡山投靠我的姑姑 我們就定居在姑姑的稅捐處宿舍 一個樓層在八坪 我在那個紅磚屋裡面 從幼稚園成長到18歲 家庭太小了以致於那邊不可能有門 所以我們廁所是那種 折夜的塑膠門這樣啪啪啪啪的那種 小時候沒有一個可憐的概念 是因為我的姑姑也就是我媽媽 我媽她給了我一個非常完整的成長空間 在小學四年級那個時候 我就一個人有一台PS 除此之外 我姑姑除了買電動買電腦 她其實當時我要學任何的才藝 她都讓我學 然後他們從小到大就一直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 你自己愛害怕 你要自己會像 你看你爸爸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 讓我成為現在的樣子就是因為 我融合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跟人生的軌道上 也就是我同時間從我媽媽那邊得到了 讀書有用的觀念 我從我爸這邊也得到了帶人處事的方法 你爸其實在你小學大概四年級的時候 其實有故意過 他們沒有跟我說他是去坐牢 他們只跟我說 爸爸有事情要出去一段時間 我在國中要升高中的時候吧 我曾經自殺過一次 那段時間的確有一些家庭的因素 積累了我對於這個家的不滿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我爸喝醉酒 他就騎著摩托車帶著我回家 載著我們就摔倒在那個地下道裡面 然後我狂哭 我說你不要再騎了我好害怕 我剛才衝去把他的那個機車鑰匙拔掉 我不要他再騎了 我媽來的時候呢 我爸餓狠狠的瞪著我 他就是真的瞪著我 然後我爸就說了一句話說 他生出來就是要把我五年了 就是忤逆我 對 就是 哇 我好少 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畫面 就我覺得那個當下我當然很受傷嘛 但是我更想的是就是他一個大男人 26歲剩下我 他人生沒有規劃 導致他的人生走得很歪 而是他帶著我走歪路呢 還是是我害他走歪路 我覺得我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太多這種不知道答案 我很能體會那一些邊緣青少年們 我比較能夠跟他們對話 跟體會他們面臨到什麼事情 到了高三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讀的歌都蠻累的 那時候我爸就跟我說 他說我們兩個一起努力 那爸爸就每一天早上載你去搭車 他應該自己有一些想透什麼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找到了一間 高雄鋼山的鋼購廠 他就開始去考最高級 考天車 考一些執照 然後在下一年 他已經可以管外勞 管移工 他現在在越南有自己的工廠 然後有自己的這個公司 他自己一句話 想辦法問我 我是一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我就會一直不斷地在報紙裡面找答案 我很喜歡問問題 因為為什麼喜歡問問題 就是讀生女嘛 你只能跟自己對話 有很多這樣子一個私訊是 你會發現你平常一天一天 每一天努力的那個種子 它在世界各地 在每一個面向開支三頁 不管是媽媽帶了小孩 小孩帶了媽媽 還是學生老師 這些小朋友他們還會長大 接下來就由他們去面對到 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 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 告訴他們 你有這些工具可以用 那未來 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就由他們去掌控 那也是我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 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聽說 我一定要做的事 給我們 我可以做的事 你 我可以做的事 阿 我可以做的事 我可以做的事 你想想搬